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多少钱 您猜猜 一共花了人民币110多块钱 据说你们国内也能有卖的 比我这贵 我这进水楼台 咱们好久不一直老批评苏维埃吗 咱这回试试念点苏维埃的好 对吧 所以我今天就准备挑战拿这只110块钱买的50年的历史的这只镜头 和我现在拍视频的这只iPhone做个对比 看看这玩意儿搁到现在 到底还能不能用 好不好用 今天拍摄的机身就是这只EOS R6 然后这是这个Mirror EV的镜头本体 焦距是37毫米 光圈2.8 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这个镜头十分的通透 这个镜头用的是M4R接口的 就是一个螺圈口 然后把这个M4R要想装到这个EOS R的机身上 需要两层转接环 先把这转成EF口的 再拿这个EF往这上来扣 这是我另外一只老的中古镜头 这个是它的对焦环 这个手感特别的柔顺 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头的对焦距离是从 多少啊 0.7米 0.7米对焦 是吧 然后这只头的光圈在这儿 是16 这边是2.8 然后这个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 它的光圈前面是一个预设光圈 然后下面是真正的光圈拨环 所以这个镜头能够做出一个什么感觉呢 就是跟特别高级的电影头一样 无极光圈 您看我手了吧 然后现在我这光圈这不是开的最大了吗 但是你看独数 独数是16 这就是这个头有意思的点 其实这个光圈正经的独数是在这儿的 看到吧 我这指的是2.8的这个光圈的位置 无极光圈 我这玩意儿要搁到现在电影头指老钱了 好嘞 我这就把这个头装到我这台机器上 然后咱就出去扫个街试试 这一只手确实不好折腾啊 这就是把这个老镜头给怼到这个 叫什么EF2RF的这个转接环上啊 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再把它装到我的EOS R6上 好 这就是这个MIR EV直接装到R6上的最终的样子 还能用 挺不错 OK 好 现在就准备出门啊 拿这镜头扫个街试试看 好 走着走着 我前面就发现了一辆同样七几年的老苏维埃拉达啊 然后这个你可以看到在iPhone里边拍的画面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如果在我们的这个MIR EV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什么样啊 这是37毫米焦段 就是不太适合拍花花草草 但是我身上背了一个50.4的 也是72年产的镜头 好 我们先拿着这个来走几张看看 这个啊 就是手动对焦 你就不像那个手机这么拍的这么随意 哎 一下这老苏联感就出来了 好 您现在看这画面呢 就是MIR EV 37来拍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现在呢是光圈全开的感觉 是吧 然后这台机器你看我现在它是无极光圈嘛 我可以这样来调光圈 哎 没有那种卡顿的感觉 好 然后这个镜头有一特点 就是这种鬼影拉丝光运啊 就是炫光 哎 然后呢 这个玩意儿呢就是手动的嘛 得慢慢留点拧 好 现在是虚焦 哎 好 现在应该是合上焦了 这玩意儿都响光真是不好控制啊 哎 你看得了吧 这就是这种老镜头特有的一种炫光的感觉 好 我现在用的这个米尔的这个EV的镜头 这款是37焦段的 这个焦段严格讲 拍人文还行 人文什么概念 就是前面有好几个人 或者你的主体比较大 这不适合拍花花草草 但是我现在手里用的就是iPhone了 对吧 我们做一个有意思的对比 你看我用一个电影常用的扫镜头 比如说我这这么扫过去 特别没感觉发现了吧 为什么 它的景深 iPhone的所有手机拍摄景深 都是这样 也就是我前边和后边都清楚 一边清楚 对吧 那么如果这段镜头 我拿这个100多的这台老MIR EV 拿这个镜头拍一下这座 你们看看什么感觉 看见这老电影感直接就出来了 然后它这37的视角和iPhone的主摄差不多 好 你现在看我拿手机拍的这组画面 感觉怎么说呢 还是特别平 对吧 好 我现在就换特便宜的摄像头 咱看看 好 这个得手动对焦 所以我现在得把这iPhone拿下来拧这个前面的对焦环去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经典的这种推镜头的拍法啊 你看这个iPhone推来推去就就感觉啥都没有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看拿着这个 我们再看在这用推镜头的感觉 好 接着往前走 找找别的好玩的玩意儿 正好我身上还带着一只这个501.4的老镜头 然后呢 哎呦他们回来了 好 现在测试拍摄人物 我前面有两个人 好 现在你看到的是 上面这挥了巴唧的画面呢 就是iPhone 然后呢 我现在用的是50 我还把这iPhone也切到这个同等效的焦距 1.5倍焦距 iPhone的效果 那么我现在呢 是用这个501.4 然后手动合胶 哎呀好 放大合胶 我们可以看到501.4的这个效果还是很漂亮的 快门快门速度现在320分之1 好 record 这个501.5倍焦距 这个501.4的手动镜头反而就有一种特别梦幻的这个这个这个叫501.4的手动镜头 这叫什么呃 光外虚焦炫焦的这种感觉 这就完全两码事哦 好我现在的camera被他俩抢走了 所以您现在看的画面是iPhone拍的 他说他特别老 这个比方国内的操作 对 静静了 的话 好 很 那个 你好 这里有一点热 肚子鼻鼻还行啊 但是脸已经烫了 这样不行 这边有点烫 不,我真的太悲壞了